人 为什么奋斗 为了财富 地位 还是为了一口饭 六个人 一个 想做老师 一个 想当美食家 一个 想成为治病救人的医生 一个 总幻想成为指挥家 一个 想拥有自己的咖啡馆 一个 想成为全职母亲 他们每一个 都想背上背包 绕地球一圈 六个人 为什么相遇 为什么 在一起 一起吃外卖 一起熬夜 一起 过生日 当然 有时 也会一起面对 难以应付的客户 我们的职业 我们的职业 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职业 就是在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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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职业 下来的话 我们的职业 其实我们 职业 进行的职业 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职业 其实这一会儿会 我们的职业 我们的职业 烦闹 不上场赛 再被你们折腾 所以我觉得这种后期 还能尽量 不要再放开 妈妈 你好 你应该怎么做吧 今天跟我们说一说吧 即使遇到困难和挫折 也依然专注 执着 一个项目 169天 六个程序 2725公里 4500份资料 32版报告 经历了多少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一份承诺的实现 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在这里 他感觉自己就像老师 因为总有一群 善于聆听和学习的人 他觉得自己就是美食家 品尝着工作中的酸甜苦辣 他一直在行医 为企业诊断 是他的工作 他觉得自己就是指挥家 引引着同事 跟上工作的节奏 他觉得自己 拥有一间咖啡馆 每位同事 都是自己的顾客 他既是全职 也是母亲 他有一个 见证着自己努力付出的宝贝 他们说 他们就是人生的背包客 他们是造梦的事实 是竹梦的情势 人 为什么奋斗 多么大胆 他就死enne 何 大胆 creatures кош 好好 你 需要 ﷺ 哈哈哈哈 特别是大家基本上这么稳好 我是要说话的 再来一遍 用点信息 是证据了这个 太差了 好 作词 隐蔽 词 隐蔽 黄二银 朇佛 小延 好的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